哈喽大家好 今天又是一款非常经典的萌布朗派卷 用市售的派皮就可以简单做出酥脆又香醇的口感 首先市售的派皮 必须从冷冻放回冷藏在冷藏库里放一叶 让派皮慢慢回温 这样派皮才容易打开来 而且不会裂开或破皮 再来是模型的圆筒 没有的话用纸张就可以做 将纸张卷成圆筒状 再用一张铝箔纸包起来 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如果你的铝箔纸会粘粘的话 使用前可以抹油 云头模型上也必须喷些油 这样比较好脱脏 派皮的尺寸约32公分长 23公分宽 将派皮对折 做出中心点 用刮板割开来 然后将两片派皮 各切六条长条形 每条宽约1.5公分左右 拿起一条派皮 开始从一端卷起 慢慢的朝下方卷 卷的时候要注意 派皮和派皮之间 必须重叠一点点 才不会产生洞口 这样挤入内线的时候 才不会从洞口露线 接缝的地方 也必须用手指捏紧 如果不想做这么长 也可以卷一条就可以 卷好后 收口朝下 放烤盘上 注意卷的时候 不要拉扯派皮 不只会拉断 派皮还会变薄 层次也会减少 口感就不会酥脆了 全部卷好后 刷上蛋液 最好全面都刷 做好防水层 可以保持酥脆感久一点 全部刷好后 放入冷冻库 至少冷冻10分钟以上 这时候来预热烤箱 华氏400度 摄氏200度 刷蛋液剩下的蛋 刚好拿来做卡仕达酱 3分钟卡仕达酱 请参考 右上角连结 在这里就不多做说明了 做好的卡仕达酱 要用保鲜膜紧贴着盖紧 慢慢的等它冷却 没有紧贴着盖紧的话 会在表面结薄膜 造成颗粒 口感就不滑顺了 再来打发鲜奶油 在这里鲜奶油不加糖 因为要混合的栗子泥 已经有加糖了 打到鲜奶油不流动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盖子 放冰箱待用 今天这个栗子是要做内馅的 和装饰用的 险期大约用35-40克左右 用量的多少 以喜好增减就可以 把切碎后的栗子放一旁待用 烤箱预热好了 从冷冻库拿出来 直接放入烤箱 400度华氏 先烤20分钟 20分钟后 降温为350度华氏 再烤15-17分钟 等卡什达酱冷却后 加入75克的打发后的鲜奶油 搅拌均匀 然后加入切好的栗子 加多少都可以随意 留一点做装饰也可以 拌匀后放入挤花袋 要做内馅的 有没有挤花嘴都没关系 装好后排出空气 放冰箱待用 派皮烤好了 出炉后放一旁冷却一下 现在做鲜奶油挤花 用剩下75克鲜奶油 拌入栗子酱 今天用的栗子酱是市售的 要自己做的话 做法连结放在说明栏里 加一点囊姆酒增加香气 不喜欢的话也可以不放哦 搅拌均匀后放入挤花袋 今天用蒙布囊专用挤花嘴 当然普通的挤花嘴也可以 装好后放冰箱待用 派皮脱模的时候 只要将卷筒稍微转动一下 就可以顺利拿出来了 然后挤入做好的卡士达酱 在鸡上做好的粒子鲜奶油 在这里介绍一下所需要的材料 配方上 配方上砂糖的量很少 因为市售的栗子酱非常的甜 喜欢甜的朋友可以多加些砂糖 完成咯 大家一起来听看看 超级酥脆的声音 满满的栗子香 快来尝一口看看吧 我来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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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好吃啊 好吃 派皮的酥脆口感 加上粒子卡士达酱的香醇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太满足了 太满足了 美味しい 好多吃 吃的 吃的 deinen好多吃 所以这样子会以来 吃的 太满足了 喜欢其他的食品 在這裡 感谢观看